各位你好 我是心齋 一念不生 蔓延放下 法國電影魅遊心窩 未來上的法式浪漫 幸福就是持續渴望你已擁有的 入圍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獎的法國電影魅遊心窩 越南裔法籍導演陳英雄將十九世紀美食家 多單的故事搬上大銀幕 傳片對白不多 如詩如畫的法國南部田園 廚房內外的溫情 光同影膠織中的珍修美美 男女主角默契十足帶來一幅美麗浪漫的法式風情畫 法國細智而征戰的烹飪文化活現鏡頭之下 廚師征戰的名廚尤金利 朱利亞飾演為知名美食家多單 工作了二十年 一度到美美絕倫的餐點 令到客人刮目相看 兩個人在合作中埋下了愛情的種子 為嚮往自由的尤金利 始終對婚姻不持觀望態度 不願意輕易嫁給多單 由金利不時的圓魂 令多單心痛又驚慌 多單決定為他親自下廚 並送上一個特別的驚喜 未由深魔改編至已故居法的瑞士作家 但原著主要是描繪美食家多單 喪妻之後的生活 未由深魔所寫的故事 就是作家的小說的前傳 加入了導演的想像 這部色香未俱全的電影 將多單和合作了二十年的廚師 由金利充滿默契的互動 浪漫而動人的求婚 令人傷感的離別 透過光影之美呈現 兩個多小時的電影劇情 並不複雜 節奏緩慢 卻不覺得悶長 如絲如畫般的畫面 演繹著人生中的春、夏、秋、冬 導演陳英雄出席 紐約電影放映會在影后 坦白地說 這部電影獻給太太陳女現契 電影裏表現出的感覺 正如她 太太三十四年婚姻中的默契 不需要太多言語 已經能明白對方的心意 不需要甜言物語 精致美食以表心意 當下人們追求新鮮、有機食材 從農場到 擅長的概念 在法國一百多年前已經有了 在美食家多單的後院中 就種植著不適合蔬果 從油金裡收割新鮮食材 清洗、切塊、經歷繁複的程序 方道美美佳謠上場 各類細緻頗為講究 令人感受到法國人 對待餐飲的一種嚴謹態度 觀影之後就明白 為何陳導演選用法式大餐的題材 來表現溫情 原來這種充滿生活日常的點滴 就是最浪漫的情話 未由心窩裏面 一度接著一度的法式美食 讓人目不下折 影片的場景轉換不大 主要在廚房和餐桌上的切換 由金裡和多丹之間的情感 就在攀任時的表情、動作 品嘗美食時的互動表現出來 兩人猩猩相識 靈魂伴侶變成夫妻 相戀在夏天 相約在秋天 最美的場景莫過於到了人生的秋天 又和良憑加油共聚 是何等的幸運 湖邊的約定 沒有軍軍烈烈的誓約 只有你我對望透露出的恩情 而最精彩的求婚晚餐 那火閃閃發光的戒指就 出其不意地在美食中向女主角招手 不需要過多的對白 多丹對由金裡的愛就在精緻的餐點裡呈現 到了人生的冬季 還未享受婚後的溫馨 由金裡就因病殺手人蠻 多丹如同失去左右手的痛楚 悲傷的情感表現得淋漓盡致 令觀眾感同身受 拒絕促食文化 還原法式美食的浪漫情懷 未由心魔的電影最初命為火上鍋 這款菜式出自法國傳統家庭的蔬菜燉牛肉鍋 越簡單的菜式 越能表現出主廚的水平 選擇火鍋 作為這部電影的主菜 源自導演的一次飯局 電影的攀任顧問是米芝蓮星級廚師 也在片中嚇串了王子的御廚 陳導演在一個冬天的下午餐廳吃午飯 品嘗了 Pierre改良的火上鍋後稱讚不已 向他提出自己希望拍攝一部以美食家多單為原型的電影 Pierre因言答應 15歲就進入廚藝界的Pierre是一名成功的廚師 他的餐廳遍及世界各地 是法國創意料理運動的先驅大廚 為法菜引入各種風味 他強調口感和食材的結合 Pierre有自己的烹飪美念 菜系不是以傳統或現代來定義的 而是在於廚師所花的心思 電影中的每一道菜式都私出有名 當中由金利烹煮的酥皮盒子 出自法國料理藝術家的食譜 在法文以為風吹 意思是外形如同風吹過的花粉 作為開胃菜或小點心 甜蜜又可厚 另一款令到電影中獨具料理天才的小女孩Pauline 感到無比驚喜的甜點就是火焰雪山 由金利爾閒熟的手勢呈現這道法式甜點 這款甜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十八世紀冰和火的碰撞 產生奇妙的效果 海綿蛋糕內包有雪糕 表面鋪上蛋白雙層 在烤箱內短暫烘烤 令到它焦糖化 而內部的雪糕卻保持冷凍狀態 再演變到後期 適應會在蛋糕上淋上烈酒 點燃後的火焰在雪白的蛋白箱上燃燒 十分壯觀 於是命為火焰雪山 在束食文化成為主流 人人都追求快節奏的時代 優雅之性的法式料理 呈現於大螢幕上呈現 用最美的方式表現傳統飲食的薄大精深 電影捕捉每一個烹飪細節 重現食物的本來面貌 尤其在燈光美術的處理上細緻入眉 哪怕觀眾聞不到一度到街窯的香氣 亦能透過長鏡頭的運用 豐富的色彩和夢幻的光影 精巧的餐具 感受到每一份食物的用心 總而言之 未由心窩是一部充滿驚喜的視覺承現 透過一度到法式料理 呈現人生中的苦辣酸甜 是值得讚賞的佳作 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心齋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 大家喜歡的話 請點贊、分享和訂閱全部 拜拜